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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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为各位介绍 一直在立法院 把我们监督者審查一条一条 简直是警迫低人的立法委员 黄淑英 黄委员你好 主持人好 还有大家好 第三位为各位介绍的就是 事实上我们大家长久以来 都有那么一个公益团体 叫做医疗改革基金会 医改会 那么也是一位副组长黄金翔 在我们节目中 金翔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么一改会常年都在帮我们大家看紧 和关心所有的医疗健康的问题 那么这一次的修法呢 他们也是几乎逐条盯紧 我们希望能够为民众能够呈现一部 最棒的这个全民健保法 那么首先呢 我就想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局长 就是说我们谈到二代健保 就是我们都很期待 我相信卫生署最期待了 那你们的这个健康保险局 也是非常的期待 就是这个二代健保 会跟过去最大的不同站 对民众最大的福利在哪里 我想二代健保最重要的 影响最深远的 应该就是说 要建立一个收支联动的机制 也就是说收入跟支出 希望它有一个机制可以联动 这样不至于说这个赤字会越来越大 第二个就是关于说这个保费 废基的扩大的部分 也就是说过去是以薪资为税基 那么我们希望说在二代修法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废基扩及到其他的所得 好像会比较具有公平性 那其他的就是关于说在这个医疗面 是资讯公开 那让这个大家可以来监督健保的作业 所以就有这几个方面 好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 本来就是二代健保在即 如何让资讯公开 而且民众能够全民监督 那刚刚副教授所提到了几点 我想我们大家最关心二代健保 就是讲谈到加护职 是不是二代健保就是全家全家来寄付 这方面要跟我们说一下 好 那就是说这个部分 是直接影响民众的地方 也就是说现在是叫做 依被保险人加倦口数的 这样的方式来作为这个计会的单位 那未来就是把整个家户 也就是申报所得税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报税户 为一个单位这样 那这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 让这个多倦口的家户 他的负担可以减轻 那么当然这一套做法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 那费机扩大了之后呢 那就这个如果说其他所得很多的人 他就会交比较多的保费 那就是对这个社会的公平性是有帮助 同时就是说减轻多倦口的负担 这是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 好 非常谢谢 谢谢副长给我们做了很详细 而且非常的具体的说明 不过有一点我觉得很不解的 我想那个委员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说收支联动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名词 在我心目中觉得 那么收的就是这些 支出有的时候会超过 我们常常说支出有的时候会大于收入的 不一定能够完全相等 不能叫你不生病 那收支联动这样一个逻辑 我是不知道怎么样出来的 我们委员要不要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收支联动 基本上行政院这边提出来的概念是说 他们决定这个支出 先决定的支出嘛 然后来看我们收入 够不够 要收多少钱够不够这样子 有时候我们是说 有收多少我们付多少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的概念是 先决定支出面 然后再看我们这个收入 要有多少的这个保费来进来 才够这个支出面这样子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那第二就是有关于报税户为对象 过去一直也都有很多的争议 就是因为报税户 有很多人是逃不了税的 有的人是可以逃得了税 那这个部分应该怎么要去解决 是不是请金翔跟我说明一下 你有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 其实一改会关心的是 其实现在媒体报导 跟政府官员出来解释 就是健保的财务改革方案的时候 其实都非常注重在 譬如说家户所得 民众到底应该多付多少 但其实一改会站在民众的观点 不仅仅是要帮民众 就是守住荷包而已 其实我们要看更全面更整体的 怎么说 因为大家好像都在说 到底我要多缴多少 但大家有没有关心到 譬如说那现在二代健保实施之后 那其实政府的支出 在一代跟二代之间 也有非常大的改变 譬如说大家如果注意到 二代健保法里面 政府的支出 未来是几乎是二分之一的 就是他用国民的GNP 再加上医疗保健支出 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是说当景气 不景气的时候 那我们的GNP可能就下降 反而政府的支出会减少 也就是说不景气的时候 反而民众的负担要增加 那其实一改会长期 在关心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看卫生署他自己有一个调查报告 就是说其实跟OECD国家比较 我们台湾民众的自费的支出 其实已经逐年升高了 其实比在OECD国家里面 我们民众的自费支出 只比南韩跟墨西哥还要来得低而已 是自费支出的前三名 然后另外大家可以看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比较表 也就是说其实政府的支出从健保实施到现在 其实是逐年下降的 民众的支出却是逐年上升 它其实呈现一种反比的状态 就是民众是下降政府是上升 好副局长你赶快来讲话了 其实广义的来讲 政府支出也是老百姓的纳税金 其实也没什么差别 就是说老百姓直接支出跟间接支出 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现在关于说政府负担的这个算法 那事实上它的逻辑就是说 它有两个因素 一个因素就是说 国民生产丸增加了速度 用来做一半的全数 那另外一半就是说 这国民健康支出的成长 那也等于说概念上就一个是 这个国家整体能够支付的能力到什么程度 这是供给面的 另外一个就是需求面 就是说我们全国人 这个用在这个医疗上 会用的成长的速度 那没有错 如果说是因为过去几年 这个经济的情况比较不稳定 所以有可能就是说 因为这样那政府的负担 可能会有受到影响 不过就是说反过来讲 如果说是景气很好的时候 那政府的负担也会扩大 所以这个就是说政府的 两者都有可能性 是的 其实我刚刚就提到 其实政府出的也是纳税人缴的税嘛 那这中间你觉得怎么样看 就是说政府多出一点 民众少出一点 民众多出一点 政府多出一点 不一样 政府支出的钱跟民众自己从腰包 现在交出来的钱是不一样 因为政府的支出是来自于税 所以税的这个收法是很不一样的 那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人不用缴税 可是他如果在这个制度里面 如果设计的不好他健保费要缴很多 那所以这里面有差异 所以说我们希望就是说 刚刚有谈就是说政府在景气的时候 可能会负担多一点 那么不景气的时候会负担少一点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就希望说政府在这个整个健保的支付上面 他能够有一定的比 不低于一定的比例 因为他有时候上有时候下 那下的时候民众就要增加很多 就是很麻烦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在 大家大概有一个共识 就是说希望我们政府在这个健保费的 这个支付的这个比例上面 他有一定的比例 那么在目前我们讨论的内涵里面 就有从就是说他的这个战率 不得低于前三年的 这个战率前三年的战率的平均值 这是最低这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说不得低于30% 也有人说不得低于35% 也有人说不得低于38% 那么就从政府的这部分先扣掉以后 再来算雇主跟民众的负担 有道理对对对对 那副长觉得这是可行的吗 当然就是说要衡量这个政府的财力 那如果说设定一个下限的话 我想也是合理的 也就是说这个下限要多少 那可能还是要看说 整个国家的财政的情况 那这个部分好像政府还是有所坚持 不需要让太多是不是这意思 就我理解应该是没有说一个坚持要怎么样 这个可能还是在立法院里面来讨论 主技术会站出来反对 在这里面主技术因为他刚刚讲 站在管理政府的财务上面 他会出来反对 财政不可能会反对 那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是一个全民的一个健保 如果我们国家有能力 把我们的这个营业所得税 从25降到20 然后就会降到17%的时候 应该也有足够钱的人来支持我们的民众 不要每次遇到支持民众的时候 他就说他没有钱 然后可是给有钱人的时候他又很大方这样子 非常有趣 我们第一阶段先停在这里进一下广告 稍微来继续讨论不要走开 好欢迎再回答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二代健保 究竟怎么样能够落实到全民的监督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谈到就是说这次二代健保 其实它是有一些好处 第一个扩大税机比较公平 第二个就是收支的联动 希望能够先看我们支出多少 然后我们看收入应该从哪里来 那么第三我们知道这次是用加户的 这个所得税的申报的单位来做 健保的费率的计算 那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我们刚刚有提到扩大税机 的部分请委员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说您觉得这个税机应该怎么样来去扩大 才是比较好的 我想整个二代健保的概念是 加户总所得来做一个计费的基础 那这个问题就出在什么是加户总所得 那么如果我们用国税局 就是说财政部所核定的 家户总所得的时候呢 那么这里面就会出现一个 大家觉得非常不公平的现象 比如说资本利得就不在里面 资本利得包括买卖股票买卖房子 那另外就是说 那一些分离课税的收入 也不会进到这里 因为它分离课税了 以至于它就不会纳到 年底报所得税的时候再报一次 所以就不在这个所得里面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 在报所得税的时候 有所谓退职金的部分 退职金的部分因为 我们政府对一些公教 军公教对于在他们的退职金上面 在报税的时候有优惠 那这优惠大概目前大概是说 如果退职金是一年的退职金 超过73万的才要报税 也就是说超过73万的部分 才会进到这个 它在年底报税的时候 到这个家户所得里面去 那这里面就是说 如果继续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的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这个劳工阶级 跟这个军公教阶级的 这个不平忍的这个地方 那同时就是说有些捐款 譬如说我们这次看到这个女士 这个屏东的陈女士 她捐了很多钱 那她在这年度她捐了钱 如果她再给她扣所得的话 扣这个当成所得来祭费的话 就有失功允啦 那我们是希望说在这个所得上面 在总所得的时候要怎么样子 把什么东西放进来 我们一定要重新去检讨 不要把这个报税的这个制度里面的 这个不公平的地方 然后扩大到我们的这个健保的收费 那这个财政部在增这个税的时候 她的这个总所 这个加护总所得 她收进来了以后呢 她其实因为她小的人 有些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她做了非常多的 这个扣底的免税的这个项目 比如说利息24万不要扣 那现在利息收到的 全部要去缴这个健保费 那我现在讲一个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说我今天这个小百姓 他不会去投资 他就是把钱放在银行升利息 那个利息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资本利得 可是他被放到这个废机里面 废机里面来算 可是那个炒股票的人 很有钱他会炒股票的人 他在炒股票得到的这些钱 赚的钱就不会纳入这个废机来计算 所以就是说某种程度上 也是在处罚一些比较 就是说一般的小百姓 那在这里面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 这个像分离课税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分离课税如果是奖金 这个奖金 如果说你是跟政府买乐透 得到这个奖金 他分离课税了 那这个奖金的钱 比如说你中了50万奖金 他分离课税以后 他不会纳到这个 总所得里面来计算 可是那就没有 可是如果今天你中了 收个50万的奖的话 那因为你在年底的时候 他不是分离课税 所以他就变成纳到 我们的所得税里面 所以就变成你的所得的一部分 还要缴保费 所以你一样拿到50万的奖金 如果是政府的奖金 你就不用寄健保费 可是如果是私人的 你就要寄健保费 这也是不公平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 拿来重新检讨一下 但是我们的政府 卫生署现在是 因为他觉得很多东西 很难计算 他便宜行事 他就说我们照财政部 核定的家户总所得 那这个财政部 核定的家户总所得 其实他后来在 他问题他就在后面 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去让他变得公平一点 太好了 我想刚刚委员所谈的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过去财政部 课税的方式 就已经是很多人诟病 很多东西是淘掉 像刚刚所讲的这种资本的利得 还有分离课税 这个退职金等等 其实他本身过去就被诟病了 那我问一下伊改辉 我相信你们也有类似 就是说这个税机的扩大也好 或者是在整个以这个财政部的 报税单位来做处理的话 你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我承认就是 健保他的好处是 他的确是废机扩大了 他可能更公平了 可是我觉得这相对 他也带来一些 有优点又有缺点的地方 比如说现在的 全民健保收入的这个废机 几乎等于财政部认定的税机了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之前的税其实有非常多 不公平的地方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税的不公平 复制到健保来 甚至是之后 就是健保局可能会代办 接下来的什么 长照保险 这又是第三重的不公平 那其实伊改会要问的是 这些不公平 我们的政府为什么要 财政部的不公平 然后用到卫生署的不公平 接下来健保长照 通通都要这样不公平下去 是不是有一个跨部会的 去检讨说 我们这些跟民众收入钱里面 不公平的地方 为什么要一直持续下去 那其实民众不是不愿意缴钱 是怎么样可以找得更公平 那其实我还必须要再回来讲一个 就是刚刚有讲到 健保的另外一个好处是收支联动 那收支联动它的坏处是什么 它其实可以再做得更好 但其实我们担心的是 所谓的收支联动 它的决策机关 是我们健保法现在第四条里面 提到的监理委员会 那这个监理委员会它的决策 收支联动的决策能不能透明 跟它里面的委员的代表性就非常的重要 还有就是就算是这个委员的代表性 或者是委员到底专不专业 透不透明 民众能不能监督 还有这个监理会在我们现在组织改造里面 卫生署没有任何一个空位 可以让这个监理会成为正式的机关 也就是说 如果说它接下来可以决定收支联动的话 也就是说它可以决定 我支出我要多多少 因为支出多多少收入就要多多少回来 那如果是说监理会可以做这样的决定 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大权利的机关 我们要给监理会这么大的权利吗 好 刚刚你一口气讲了两个大问题 一个是税记的问题 我们刚刚特地要请委员讲 跟一改会讲就是给你机会 副局长来说明一下 究竟我们跟这个 跟这个加户的那个所得税 结合在一起的情况之下 它的弊端怎么办复制 那第二个办法是另外一个问题 有关监理委员会 你要不要先讲一下有关税记的问题 我先说税记的部分 那的确这个税记呢 可以说这一次澳大健保财务改革里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项 值得各界好好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现在的行政院的版本 比较倾向于说是根据这个 所得税法第14条里面的 所谓的十项的所得 那这里面就是已经扩大了相当的程度这样 那当然就是说刚才委员也有提到 那是不是其他的不在这个 十项所得里面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纳入 那当然就是说如果这里面呢 如果说技术上是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资料有的话 那当然原则上也没有不可以 那么当然就是像说这个分离课税的部分 那里面有奖金的部分 这个导致就是说如果像说没有说危害到说 这个得奖人他的安全的时候 这种情况当然也是可以考虑啦 那不过就是说在这个付利扣税的这个项目 像说期货的话 这个就跟这个股票的利得有类似的地方就是说 他的这个到底赚了多少赔了多少 这中间的这个分纪 在这个处理的技术上是有一点难度 不过要说明就是说在如果说股票 买股票所得到的这个鼓励 它是原来就已经包含在刚才所说的这个 所得税法14条里面 这个部分也就是说投资的部分 其实也有算在这个所得总额里面来的 那么当然就是说还有很多的项目 也都可以值得大家来考虑 比如说像退值金的部分 那退值金的部分现在是有一个限度 超过那个的就已经进入到 刚才所说的这个所得总额 现在讨论就是说 那个限额以下的是不是也要进来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也不是不能讨论的问题 不过有时候在立法的时候会考虑到说 我们会影响的层面有多大 那这个影响层面如果太大的时候 那是不是说有可能就妨害说立法的顺利 实施的顺利 这个也是要考虑到的 那我就先说到这里 好 刚刚副局长所提到的其实 应该是表达了一个诚意 就是说只要能够算得出来 只要能够有这个数据跟资料 没有什么不可以纳入的 那现在问题所碰到就是说 到底我们有多少看得到 而且可以把它纳到我们的 这个所谓的废机的里面 我们休息一下稍微继续讨论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今天跟各位一起来探讨就是二代健保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立法院修法 这二代健保 它中间全民应该如何监督 我们刚刚已经监督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这次我们的二代健保是扩大税机 然后以这个加户所得 这加户是紧盯着所有的观众 你报税的那个基础 所以在这个报税的问题过去已经被诟病了 刚刚也特别提到大家都很关心的 就是有关于这个资本利得的部分 包括这些分离课税的部分 都是很大的问题 那刚刚副长也给我们解释了一下 就是说基本上它是有它的困难跟影响性 那么比如说它够不够透明啊 清不清楚啊 有办法克到啊 克到或是把它算进去整个费率的基础上 那民众可能会有点反弹 当然两边都会反弹啦 这个你没有克到税的人 当然健保费就缴得少 那这个就大家反弹嘛 但是那些人他本身在税都已经逃掉了 然后这会儿呢 要他在健保费多支出 他也会反弹 那这个部分你们怎么处理 你明明知道有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国家的税制 当然就是有它的问题要改进的地方 那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会把这个税的问题带到健保来 应该是反过来说就是说 如果我们的税制能够健全到哪里 那我们健保费就可以健全到哪里 应该是反过来这样说 那你不是把这个责任推给了财政部 不是 那就是说刚才提到过 就纯粹就技术层面来说的话 很多东西都是可以来讨论的 技术上有资料可以来计算是可以 不过这里面就是说健保 它毕竟没有办法承担太多的 所得重分配的这个作用啦 这个应该是由税的体系来达成这个目的 那所以当然就是说相对一代来讲 如果说一代是60分的话 那我们这个二代依照现在这个构小的话 可以达到80分 那如果说一定要到100分才做的话 那可能要很久很久才能够达到 副局长你的角度我了解到这个阶段 但是我想民间的看法可能不是那么的保守 问一下委员 刚刚所提到的就是其实几个关键啦 第一个关键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资料 掌握到资料可以让那个东西加进来 让健保更公平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是有一些被影响 怎么样来消除这种被影响的人的感受 那第三个就是说刚刚也提到说 不是要借着全民健保二代健保 去做财产所得重分配的事情 因为本来就是不公平的事情 也没有办法寄望健保局把这个事情改善 那委员你怎么看 这个从后面讲好了 我们本来就 这个健保本来就是一量人计费嘛 这个某种程度上就是你刚刚在讲 家庭这个所得重分配的很小的一部分 就是在做这个大家来有钱的人帮没有钱的人 这个就是刚刚你讲的概念之一 只是说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嘛 当然不能做到税的程度 但是你某种程度是要这样去做 所以你才会说这个有钱的人去帮助没钱的人 就是这个概念就是这样子啊 另外你刚刚讲就是说 到底做得到做不到 我想这里面是要做跟不做的问题嘛 这个资本利得其实在好几年 就是说这一支 这个税制一直为人所诟病 但是呢我们政府就从来 不会想要去改变那个状况 以至于几十年来 这个资本利得就是没有在扣嘛 好早以前就一直在谈资本利得 要不要扣的问题 但是就又因为有钱的压力太大了 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去做 还有啦就是想要健全股票市场 希望大家多多投资 我不觉得是这样 因为其实一般的算民 他应该要了解一点就是说 在你自己评估嘛 你在做这个股票这么久的过程里面 你是赚多还是赔多嘛 一赔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从当年的所得里面扣掉 不用缴税啊 所以这里面这是一个很健康的概念是这样 那是我们的政府不去做 那不去做以至于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被那个东西卡住 那这里面也是 我们并不是要做税制改革 今天你到底能不能够就是说 让人民去报说 他到底资本利得是多少 是当然可以做得到的啊 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你去设计就是说 我们在美国 每一个人都要报资本利得 这个股票的所得 就是大家都在报啦 没有什么做不到的 那另外刚刚他讲说 会影响面很大 那这个就是政治考量啦 今天如果影响面大 能够收到更多的钱 那这是扩大飞机更好的机会 不是吗 那你们怕去得罪公教 军公教 然后又说这个影响很大 那怕这样子 以至于不去把这个废机 做得平等一点 那我觉得这个是 是你们的问题 我们并没有在这个时候 去改变税制 没有 不是你们可以去解决 你给来办法 金翔你看呢 其实我们是觉得说 刚刚有一直提到啦 就是其实各政府机关喔 我在说就是废机 如果是说要延续 税那边的不公平的话 那我觉得民众到最后就是 大家这样不公平的 复制来复制去 最后不公平的成果 都会落在民众身上 那我觉得如果是说 再继续这样一直下去 再接下来就会有长照的话 我觉得民众真的会就是 其而抗议啊 那我会觉得说 政府刚刚有讲到 就是税制的改革 就已经喊了好几年了 那接下来就是健保 如果是说 也要延续这个东西的话 是不是那我们就 一起来做一个改革 我不是说就是现在 健保法一定要等 税制改革之后才能通过 那是不是可以写一个 可以写一个弹书或什么 就是税制的改革或什么 应该是 健保法以后的 譬如说废机 是不是要一起联动 或者是我们的税制那边 财政部 是不是要给我们 一个民众什么承诺 他们什么时候来做一个 好好的税制改革 接下来我们的健保法 接下来我们的 偿造法的废期 全部民众都会觉得 再更公平一点 那我觉得真正受影响的民众 也才会觉得说 2300万人 到底哪一些受影响的多 哪些受影响的少 就是真正受影响的 大老板的人数多 还是就是受影响的 就是小老百姓的选票多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政府 要去注意到这件事情 太好了 我现在终于听懂了 我发现我们今天 这个座谈会 最大的一个问题 没有把马总统 或是吴院长请来现场 因为刚刚这些问题 其实是难为了我们的副局长 因为事实上 他真的是一个跨部会的协商 而且是一个院级的政策 因为这中间上 我们刚刚说的 不管是财政部主计处 或者是这个卫生署 相关的单位 其实应该是 政府的整体来讲 来做一个规划 而不是丢给介贸局 或者是甚至卫生署 来去除 因为他这是牵得到 一个政策性的问题 还有刚刚 我觉得那个委员 有提到一个 蛮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本身 全民健保就是一个 所得重分配 他本身就是希望 有钱的人 小心的 对 有钱的人去帮助 没有钱 你健康很好 但是你所出的钱 就是帮助一些人 有一天当你不健康 你也会需要 这样的一个精神所在 那这方面 副局长 你有没有觉得 在您的可以谈的话 话题的范围内 您觉得应该 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精神 因为现在这个扩大废机 的结果就可以 就是说把这个健保费 放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基础上 尽管就是说还有很大的 这个改善的空间 那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说目前健保费的费力 建立在这个薪资 经常性的薪资上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到目前讨论的比较少的 就是说因为随着经济的成长 经济的发展薪资的部分 它是占国民所得的比例 就会一直减少了 那这样的话等于是说 如果扣这个薪资的话 那会越来越集中在这个 受薪阶级的身上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在调保费的时候 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议的原因 虽然依照现在的法律的规定 是可以调保费的 但是因为它隐含的就是说 好 受薪阶级的负担越来越重了 那当然其他还有说 多眷口数它会感觉负担更重 那还有就是说 在旧的制度里面有 六类十四目这个每一个人 它的这个负担的比例不同 等等这些问题 以至于说让这个调整 费力这个事情 虽然依法是可以做 但是做起来是非常困难 而且它的这个费机呢 是会随着经济的成长而萎缩 那这样是没有办法永续经营 所以现在把这个费机扩大之后 到一个程度 扩大到一个程度 那就可以使得这个健保的财务 在一个比较健全的基础上 好 刚刚副局长跟我们谈的 其实是 我发现就是 你们两边有点小小 没交集的地方 就是其实副局长一直觉得 现在二代政府是比一代政府好很多了 我们已经在进步中了 可是我们还是觉得有很多问题 需要再进步再改革 我们总觉得说 六十分到八十分还不够 既然要改嘛 就把它改好一点 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期待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继续来讨论 好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来谈 就是二代健保全民怎么样落实监督 那事实上 在立法院正在审查 那么许多的这个交锋 那么而且是非常的 可以说是这个速度很慢 因为大家很多的意见 那特别 我们这边所掌握的资料 就是说有关费率的部分 卫生署上有承诺 不会超过2.7 那么有关于这个 挂号费的上限 有规定在150块钱以下 不能够超过150块 但是到时候怎么去执行 还有问题 那事实上有很多方面是被保留了 好像是保费的上下限 那这里就牵涉到说 到底要怎么算保费 到底要怎么样算费率 那这里面在整个这个法案里面 其实有两个委员会 在处理这个问题嘛 一个是费用协定委员会 在处理说 到底我们需要多少钱 在整个全民计划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监理委员会 那么所要决定的就是 到底我们该调多少 我们到底怎么讲 那这个部分 好像依然会有一些意见 说这样两个组织 该怎么样去整合 不会发生 好像各说各话的情况 未来是把现在现行的 费用协定委员会 跟监理委员会整合 那整合之后 其实我们就要问 那它的里面 它其实里面的委员 它的发言 民众是不是可以监督 因为它可以决定说 什么东西 以后健保不给付 或者是什么东西 健保要加入给付 那加入给付之后 那当然我们健保 它的支出就会增加嘛 健保支出一增加 刚刚有说过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收支联动 可是你刚刚讲的这个情况 现在也发生了 现在也是由这个 现在的发生就是因为 这个要给付 那个不给付 而且很多的药商 很多的这个 医疗器材厂商 都在那边lobby 现在的发生 就是因为收支不联动 那未来是收支联动 它集合在一个 叫做监理会的机构 那我们就会担心 这样的监理会的机构 会不会让它的职权太大了 以至于它可能 没有专业的资讯 或是民众 没有足够的监督 那它可能就会说 什么东西我要多支出 什么东西要少支出 它可能就会影响到 收支联动 就会影响到收入 要不要变多 收入要不要变少 那所谓的收入变多变少 就是民众的荷包 要不要多缴 要不要少缴 副长 你有没有发现 民众很关心这个监理委员会的事 没有错 就是说这个 所谓的两会合一 这个议题 我认为是影响最为深渊 甚至超过这个废级的计算 那这个 但是我要说明 到目前为止 因为我们所讨论的 二大建法法的修法 它是所谓的这个作用法 那么依照现在这个立法的体力 在作用法里面呢 它不宜去谈组织法 所以就说民众 因为这个未来 权力确实是很大 这个监理会 所以大家很关心 这是合理的 可是至于说 它怎么去运作的话 应该是在未来 有一个这个 组织相关的规范里面 去做比较明细的规范 也就是说现在的修法 只是说要两会合一 至于以后怎么做 我们现在太早未雨绸缪 才去想怎么办 可是我觉得对民众来说 那我认为你怎么看 立委要给那个权力之前 应该也要先 就是组织 就算你不是组织法 是组织规程 是不是也应该先送上来 让我们的立委知道说 接下来的监理会怎么运作 他才有办法有那个 就是不会担心 把那个权力给监理会啊 监理会基本上 就是我们有一个 今年健保要支付多少钱 那个叫大的总额 那么大的总额 是由中央政府 自己来决定的 那么这总额的范围 给监理会 然后他们去做 所谓的小总额的分配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牙医是一个总额 中医是一个总额 西医是一个总额 那么西医呢 现在又分成 基层的这个诊所 跟医院的总额又分开来 那这个 在这个门诊的部分呢 又把这个药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药的部分 跟这个医是服务的部分 又要把它分开来 这样子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由 现在的 就未来的这个 废协会跟监理会 合并的会来做决定 那这个会呢 它同时也可以决定 就是说我们废率 要不要调整 所以它的这个功能是很大的 那每一项这个东西 就像刚才 那个黄小姐讲的 就是说 这么大的功能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专业来参与 那我们有谁 能够来监督这个东西 这非常重要 所以在成员的选择上面 就变得非常重要 我曾经建议说 这里面是不是要有些 专业的人在里面 不然的话 就是说你今天 聘了很多学者专家 这个消费者代表 然后这些人 如果对这个议题不熟悉的时候 我也不晓得他们 怎么能够去做 这么大的决定 那当然因为这样子 所以呢 这个健保局又去做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 资源支配小组的一个 配套的一个机制 当成一个它的这个 什么讲啊 幕僚 幕僚单位这样 但是这个机制呢 现在他们有在谈 可是都一直没有入到法里面去 所以将来这个机构 到底要怎么样子 它的组织定位是什么 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 因为它在说明里面 不但地谈到这个机构 可是我们实在是不晓得 这个谈的东西 竟然在法里面也不写 那我们就不能够理解 那另外就是说 我刚刚讲到说 那除了这个民众有代表参加 去决定那个 钱要怎么分配以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有提到就是说 它应该要去开 就是说 在决定之前 应该开一个公厅会 让民众大家来参与 我想我们今天差不多谈到 一个很大的重点 到终于到第四段 谈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 可能就 卫生署也好 健保局也好 觉得我们现在只是 谈一个架构嘛 好不好 我们再修一个全民健保法 那至于组织的部分 另外再规定 可是在民间的看法是说 你这个组织没弄好 那你现在一下熊熊通过了 那我将来怎么监督 就是一个问题 我想副讲应该能够感受到 民众关心的地方 那这个部分 难道你们还是维持原来的吗 还是觉得会有所改进的空间 这个问题 势必是要接下去 是要好好来谈 不过就是说 关于说民间的监督 其实这个正式 报待健保修法里面 另外一个 我们刚才谈的 比较少的重点 那透过这个接理会 接理会它现在 已经有写进去 就是说要办理这个 公民参与的活动 这个是很重要的 让民间可以来直接参与的 这样一个管道了 那么其他的就是说 关于说民众参与 还有很多的面向 那例如说呢 就是要给付的范围 或支付的标准 不管是医疗服务 或者是药品 那这个都是 现在有明定是被保险 能够参与 在一代里面 只有健保局 跟这个医疗机构 那现在就是开放 不但说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还有这个被保险 就是你跟我 这样也能够参与 说决定 比例多少 这个也是还没有规定 在现在的作用法里面 但是已经有这样的入法 那这样的话 就是等于说 让民众可以直接来参与 这是监督的一个机制的部分 那么监督的话 当然还需要就是资讯嘛 那现在二代健保里面 一个重点也就是说 资讯公开 也是它规范的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在医疗机构的这个财务 要公开 医疗品质要公开 那公开之后 它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基础 让民间可以来 透过刚才说那些机制 来监督健保的运作 我们那个资讯公开的部分 不只是财务的部分 就是包括所有的这个监理会的开会 或是任何的这个决策 药品要不要支付这个讨论的过程 我们都要它那个会议实录 那但是这里面又遭到非常多的这个反对 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行政团队 他们就反对 他们认为只要摘药就好了 不要是实录 那但是我们还是觉得 因为在其他的国家也都一样 就是每一个人对他的发言 包括就是他的语气等等的 我们都希望你如实的呈现给我们 才知道你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那另外我很重要的一个也是 就是说除了这个资讯公开以外 那些因为这些成员 他在决定我们的命运 决定这个药要不要给付 决定这个服务要不要 所以他的这个所谓的利益的揭入 他一定要做到利益的揭入 就是说我今天譬如说我在审这个药 到底要不要给付的事 我只要知道它是跟药厂有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这个利益的揭入 这也是资讯公开的一部分 所以我想今天两位民间的代表的声音 我相信副长已经听到可以回去转答一下 其实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监理会开会 是不是可以把内容很详细的给大家看到 你既然敢发言敢表决 或敢决定当然给大家看 至少大家可以来监督透明化 那第二个刚刚所提到就是说 究竟这些监理委员本身 他有没有涉及哪一种利益 他自己的背景是怎么样 我相信这两点应该是 副长可以转答的 就是大家所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除了这两个以外 其实我们也要肯定一下 这是二代健保 有这样一个刚刚提到的 就是资讯是透明的 那有一个问题 我们等会休息一下回来 可以来讨论 就是说其实医院方面 是很不希望把他们的财务公开的 因为这可以涉及他们经营的机密 经营的一些法则不能全部公开 这个部分其实即使是法案通过 我看医疗界还是会有一些意见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讨论 好 欢迎再回到我们警报现场 今天跟各位来谈的就是 二代健保即将在修法 我们所有人都会受到影响 有的人会多付 有的人会少付 等下我们会谈一下 谁让人多付 谁让人少付 而对那些弱势的该怎么办 不过无论如何 这个二代健保牵涉到的利益 实在是太多了 不管是医院或者是药商 或者是这些看诊的人 那么政府机关还有民间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心 那么刚刚所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如果财务要公开 对医院是不是困难的事情 副长觉得呢 当然不会是困难的事情 那现在的规范就是说 他如果领取这个健保的金额 超过某一个限度以上的话 他就这个 非公开不可 医务要公开 除非你不领钱 那现在目前委员请问一下 是不是也有一些 就是您是不是一些 某些医院他们公开 本来就是正常财务法的医院 是这样的 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里面 当财务公开 其实某种程度上 我们对这些财产医院 也找不到什么 就看不出什么把柄 因为例如某医院 他自己有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公司 所以他的医院就是跟这个房地产公司租的 那他的器材也是跟他的租人公司租的 他的清洁 他有个清洁公司 他的清洁的这个费用都是 保全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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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说他很多东西 很多他的这个 因为我们想知道他到底有没有赚钱 他赚钱都已经算到其他的这个 部署的单位去了 以至于最后他这个 可能最后经营到底是辽集 有可能 所以我们事实上 因为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以至于我们事实上 从他的财务公开上面 如果你不是去看特定的项目的时候 比如说我去看他医事人员的支付 这个薪资的支付的情形等等的 我们比较难看得出来说 这个医院他在他经营 不管有没有赚钱之下 他的品质 或者说他的医事这个人力的这运用上面 是不是合理的 这方面医院可能会很有意见 因为他们自己怎么经营 我如果经营很有效率 那你不能说我赚到钱是不应该 那我经营的很没效率 很赔钱 但是财团法人的医院 基本上他是不能够 他不是盈利的 他不是盈利的 以至于说他这个赚的钱 他不能拿去给分配的 所以他就已经 他赚的钱他就按 刚才我刚刚讲的那种 就是无鬼搬运的方式 都搬光光了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金翔 你的开发呢 其实财团法人医院 他的财报公开 不只是财团法人医院 现在社团法人医院 就是某一些私立医院 社团法人医院 也是要公开财报的 那其实卫生署部分 已经有公开所谓 医疗法人财报的编制准则 这个财报编准则 其实非常的详细 里面大概五十几个表 它里面还包括 比如说人事成本 药品 药品费用的明细表 然后它其实也有分 比如说医疗收入表 医疗支出表 跟刚刚委员说的 就是一些其他非医疗的 收入跟支出的这些表 其实我们觉得 从里面是看得出来一些端倪的 因为其实医改会就曾经 就是去看过 九十七年的财报 其实我们为什么说 财报要公开 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在里面看得到 刚刚委员说的 因为它里面还有包括 其中一个表 是跟关系人交易的表 它会里面说 比如说这个财团法人里面 它的董事 它的利益背后的背景是什么 然后再列出来说 跟利害关系人 所有有关的交易是哪一些 所以其实我们看得出来 那但是就是健保 是不是要公布 所有医院五十几个表 我们觉得不必要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跟品质有关的 比如说人力 比如说病床 跟健保申请多少钱 医疗成本 医疗支出 药品 到底有没有从药里面赚取钱 我们觉得这些必要的表 是要揭露出来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 财报公开这个部分 其实是要详细列出来说 哪一些是重要的表 民众要看到的是哪一些 对 好 那我们下面要进入一个 比较大的议题来讨论 就是说民众到底在这一次 二世健保 二代健保中 有一些人要多付钱 有一些人可以少付钱 这个部分请副长 跟我们说明一下 特别是对于弱势的部分 好 那从这个制度的设计 它本来就是说 如果你有比较多的 这个经常性薪资之外的所得的话 那从制度上你就知道 它会比较多 那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现在就以家户来计算 也就是说不计算 这家户里面的人数 不计算 所以也就是说 在这个如果家户的人口数 会比较多的话 那么它会平均说起来 每一个人他所付的保 会比较少 那反过来就是说 如果是一人户的时候 它户的是会比较多 这个就是 惩罚单身 就是一般来说就是这样 不是惩罚单身 因为现在就是 我们的社会保险 本来就是永续经营的 所以你现在是 有人说是养别人的小孩 可是你要想想看 未来就是别人的小孩在养你 当你老的时候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样就 我给他买了 所以就是从制度面 本来就是这样 那关于弱势的话 那我先说 就是在奥利健保 我们现在试算的 各种版本里面 差不多就是 有55%左右的人 他的保费会下降的 那只有45%左右的人 会上升 那现在的这些 比较弱势的人 大部分都是会下降的 所以比如说像 现在说的第六类就是说 没有固定收入的人 现在一个月要缴 一个人要缴719元 那未来当然就是 所谓的下限是多少 现在还没有定案 不过呢 绝对会比这个745元 要低很多啦 那这个就有几百万人 他是一定就会下降的 所以一个制度 要能够推动的话 当然就是说 还是要超过半数的人 他会觉得是比较好 让他通过 所以这是我们在试算的时候的 故意把它放在55%上面的 过半数 所以刚刚副局长提到 几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 也是某种程度的所得重分配 那么过去的话 就大家都一律嘛 那么现在的话 新的二代解法 就会有一点区隔 有比较弱势的 或是一些 讲得多一点 其实总的来讲 不知道委员有没有这种看法 就是说 能够多缴一点保费 也是自己的光荣 这是署长常讲 就是说 必要的时候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但是对弱势的照顾这个部分 委员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改进 我想这样子 就是说这种道德说的 基本上不同意了 因为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每个人都会 就是说 会去帮助人嘛 也会很辛苦 那这里面这个资源的重分配 是要到达一个什么样公平的程度 我觉得合理的 我要帮助的人 帮助到什么程度 税的方式是帮助到什么程度 健保费帮到什么程度 这个程度有区隔要弄出来 才不会让单身觉得他是受到处罚嘛 那刚刚他刚刚讲说 有55%的人会怎样 但是我不晓得他这个基础在哪里 因为我们现在连费率都不知道 那去讲55%的人会下降 这个我不同意 另外我要谈一个 就是说 这55%的人 是不是都应该要下降 这也是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55%的人 他的费率都应该要下降 你会帮助到一些多口的家庭 可是因为多口家庭其实有收入 可是因为他退职金不用缴这个健保费 以至于他是下降的部分 但是这些人是不是应该下降 所以我觉得你们在谈这个东西 我们不同意 因为就泛泛的讲一个55% 里面其实可能有20%的人 根本就不应该下降 应该要讲更多的 你没有让他去缴更多的 这是一个问题 那刚刚有关于这个弱势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修法里面 我们对弱势做很多的这个琢磨 那包括就是说对这些没有钱的人 他叫不出保费的时候 我们给他一个这个质纳金的部分 我们大大的削减 给他一个5%的上限 那以前是 你们是要写15%嘛 那我们把它弄到5% 那那个有关于就是说 他付不出钱的时候 我们要锁卡 要锁卡的时候 我们甚至赋予我们的这个健保单位 要协助这些人 就了解他为什么被锁卡 因为他不是故意锁卡 今天我们就看到那个妇人 可怜的妇人 对不对 他被锁卡连癌症 他都没有办法去治疗 我们要了解他 为什么不能够支付这个钱 那如果他是故意的 那我们当然锁卡 故意有钱不缴锁卡 但是那些可怜的人 你就要去 不但不锁他的卡 还要协助 找社工人 找社工的人 去帮他找到一个社会的资源 让他能够活得更好一点 能够有你的能力来缴这个钱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就是说 除了不锁他的卡以外 我们还给你们责任说 你们要会同社工的人 去做这方面的协助 是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已经剩下 最后的时间了 没有时间了 总的来讲就是55% 应该是政策规定的 要这么做 反正想进办法 要把它做到 那么刚刚所提到 不管是锁卡的问题 或者是支纳金 帮助弱势的 我相信应该也有所规划 是不是 关于说这个 弱势的照顾的部分 我必须要特别强调就是说 目前已经有很多的机制 是可以 这个是可以确保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就医了 即使你没有交保费 现在的 比较需要健保局 要继续努力的 就是说 这个资讯能不能让弱势人民知道 因为如果是 吸收这个资讯能力是比较弱 所以就是说 所以要加强宣传就对了 那机制是存在 当然就是说未来入法 就是我们要主动去 找社工来调查 这个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 但是目前已经是 很多的机制了 好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最后每一个人 也许给我们一句话好了 做一个结束好不好 那我们先请易改会 听一下 我们易改会不断地在监督 我们的卫生署跟健保局 那我们也会希望说 民众一起来监督 因为最近立法院在审二代健保法 其实立法院有 就是所谓的网路系统 可以live看立法院 审查二代健保法的过程 我们邀请民众一起来监督 谢谢 好 委员 在这次的修法里面 我们会尽我的能力 谢谢 那副局长你的诚意 还是健保好 健保不能倒 所以就是说 如果能够做到80分的话 我们应该努力以赴 而不是说等到100分的时候才中 好 我们要全民监督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尽量 从80分往前走 看能走到85分也不错 谢谢你的收看 也谢谢各位的参加 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